在香港租房租多少钱的月 大概是8万块左右吧 完便我去你家看一下吗 这个店 那我回店里拿个东西可以吗 可以啊 这里就是我的店了 进来看一下 你的店好新哦 刚开业没几个月 今天怎么样 还是维持的一个状态了 你说租金多少钱 租金大概是3万多 那咱们现在就说它我家吧 这里就是我的家了 比较乱啊 不要介意 这里呢就是客厅 下半个到家休息的地方 然后呢 这边就是我们吃饭的饭厅 这个就是有客人来啊 什么这个房间 刚刚就是还得到时差 刚刚下飞机 还在睡觉 这边呢是一个 也是一个客人房 那三个洗手间 这一个主播里面有个洗手间 那边还有洗手间 这里呢就是我的厨房了 哇 你的厨房好大哦 对 偶尔在家煮一下 这里呢就是我就是干衣房 哇 这干衣房 有像个小房间一样哦 这里一共是150个平方左右 然后楼上呢有一个很大的天台 带你去参观一下 好 这就是我家的露台 可以参观一下 好 哇 你这阳带好大 风气好美哦 就是有点破啊 你没看它破啊 但是呢 都附近住的可都是一些明星啊 大腕 那边呢就是刘兰雄的房子 那栋呢就是马化腾的房子 还可以看到那个高的那一层 那就是歌神的房子 这个整个风景呢 我觉得是这个房子最值钱的一个地方 对面就是什么呢 中环 尖沙嘴 不带带的你下去坐会儿好不好 嗯 怎么称呼你啊 叫米卡啊 你做美妆店做了多久了 十年了 当时你怎么想起就是做这个呢 来香港的时候呢也不知道干嘛 就是突然有一天呢就逛街 就看到美妆店的生意特别好 就当时就突然决定做这个行业 然后呢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你今年多大了 我今年42 你是哪里人了 我是安徽人 你怎么才能来到香港的呢 我是结婚过来的 我老公现在是香港人 有香港身份证 然后呢我是二婚 那你来到香港之前 你是做什么的呢 我是自己创业最酒吧的 那做了多少年了 十来年 在我来香港之前呢 感情和我的事业都是归零的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了 那我30岁之前呢 碰到的几乎全部是杀男 就是包括我的生意伙伴 不是骗财呢 就是骗色 所以在我三岁之前 我的生活还是挺坎坷的 怎么这样啊 你那时候是太善良 应该说都有吧 我这个人呢 就是比较单纯 因为我是爷爷奶奶带到的孩子 你一直简单认为呢 就是我对别人好 别人也会对我好这样子 你跟你老公的话 是怎么认识的呢 我们就是偶然的一次机会 然后再接上我去中华 然后问入的时候呢 然后就留了联系方式 后面就一直联系联系 你看出他什么呢 他真的很勤奋 还有就是很自律 特别是很善良 我是个工作狂 然后呢 经常就是除了工作就是工作 但是他呢 工作的时候呢 就非常非常努力地工作 他去游玩的时候呢 也玩得很疯 总是告诉我呢 要劳逸结合 那我是什么学弟呢 他是理学和法学双学士 我是个初生生 后面呢 就是自考了一个印尼大专 你们两个的学历相差这么大 平时的话是怎么平衡共同的语言和心虚爱好呢 他真的很懂我 就是当我累的时候呢 他就会带我去旅行 让我关掉手机 尽情地享受生活 当我需要安静的时候呢 他也会给我私人的空间 你的房租一个月就八万 那你一个月开销也不少吧 是他付的吗 每个月开销呢 大概都是要二十多万 都是他付的 我来就是香港的时候 是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也是我就是一无所有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开过口 他都是主动的会拿一些生活费啊 什么的给我 还送我的女儿呢 去国际学校 他是做什么的 他是律师 他是哪里人的 他是澳洲人 也有香港户口 哇 他看着你什么了 不然你问他吧 我也不知道 老公 你老公怎么称呼他的 Mr. Clark 我能问一下 你们两个相差多大吗 我们相差19岁 嗨 达琳 What do you like about me Where I check your intention 可以告诉我吗 肯定 我爱你的自动力 你的强烈性 你的强烈性 当她说她会做什么 她会做什么 她会做什么 很厉害 非常强烈的工作 我爱她 她说 就是喜欢我这种 就是非常努力工作的那种拼劲 非常独立自主 然后呢 我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一个人 你们两个故事 我真的 不想流眼泪了 你们两个在一起结婚有十年了吧 我们在一起差不多十年 结婚的话结五年 善良的人呢 一定会得到福报的 灰呢 是两个人彼此相伴 走过一生的契约 而不是的彼此消耗脱累 米卡呢 30岁以前呢 虽然呢 走得很坎坷 但是她现在呢 遇到这么优秀 而且对她好的老公 今天呢 也谢谢米卡的分享 也祝她永远幸福 再见